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到哪儿了 我们在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那我们来到这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斗智 斗勇 主要是我们要把知识还有礼物 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看到了 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非常多 大家有秩序地去领取号码牌 然后一一上场和我们互动 跟大家问过好之后 掌声请出第一位 赶考小橘子 欢迎你 小朋友小老虎来了 哎呦慢一点 爬上来 哎呦妈呀 老婆 嘿嘿嘿 你几岁 小学 小学 叫什么名字 王猴 你看我像什么动物 无法形容 下面是哪个妈妈说马 我哪像马呀 三岁的小朋友 现在都很厉害 都会被狮的 家长在哪 会被什么狮 命农 除何 一备起 除何 汉迪 汉迪和夏土 谁知 唐东辰 丽丽 佳心 真吗 还会什么 会唱什么歌啊 好像好汉吗 好汉歌 好汉歌 厉害了 你们家胎教都教好汉歌 好 好 给弄一歌状元吧 直接把他唱成了一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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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弄一哥兒狀元吧 直接把獎發了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來吧 選一下吧 鬥智還是鬥勇 鬥智 鬥智 好了 中原好換 爸爸這裡有題目 來 選擇一下 玫瑰 一個給哥哥 一個 再選一個 再來一個 來吧 18 18 最簡單題目給你 大熊貓的耳朵是什麼顏色的 大熊貓的耳朵是什麼顏色的 兩個選擇 畫黑的 什麼 畫黑了 是黑色的對不對 對 回答正確 正確 黑色 29題 好 大熊貓的肚肚是什麼顏色的呢 來 說 大聲說 白色 回答正確 老貝 下一題啊 你要答對你就是狀元 三歲的狀元 62題 好 寶寶 大熊貓會爬樹嗎 來 大聲說 會 回答正確 太棒了 我們可一點沒給提示 真的沒有提示 一點提示的 我也證明爸爸媽媽在前面也沒給提示 是的 是的 純是靠自己 恭喜三歲的王洪毅 成為了新科的小狀元 好 再次恭喜王洪毅成為我們今天的文狀元 來 小狀元 請就位 來 寶寶 在旁邊誇觀 來 飛下去 上一個 來 爸爸媽媽可以一塊去 我們的小狀元 我好喜歡看他戴帽子的樣子 他的帽子能不能戴住 是 我們的帽子那麼大 沒有面試 不用選拔 現場報名 馬上參加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少兒頻道 狀元 棒棒糖 可不可以介紹一個 我叫Emma 歡迎Emma 從哪兒來的 我是四歲 北國 來自德國的 德國的小朋友 來自德國 對 Emma 你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呢 在這邊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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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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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你能不能學一下老虎是怎麼叫的呢 牠叫 那請問小貓咪是怎麼叫的 喵 全世界可能學這個聲音都差不多 狗怎麼叫 阿 阿 你看這個就有一點區別 狼怎麼叫 阿烏 阿烏 對 真的好笑 天 水里游的魚是怎麼叫的 魚不出聲了 牠在煮泡泡 對 就是在開始 那問問是在中國工作 對 工作生活 還是來玩 對 我老公工作在這邊 爸爸還帶你一個小伙子 對 還有一個弟弟 想問問他最喜歡吃的中國的食物是什麼 好 米飯 中國米飯 博大精深 還有餃子 餃子 還是電食 能不能為我們介紹一下德國的好吃的 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博士 香腸 香腸 德國香腸 很有名的德國香腸 德國香腸很有名 對吧 那今天來到我們這兒了 我們有兩種選擇 一是答問題 另外一個是玩遊戲 你們想怎麼選 玩遊戲 玩遊戲 請 上遊戲台 掏三顆竹筍 一顆 炭花 再來一次機會 快點 親愛的朋友們 恭喜我們新進的小榜眼 Emma 我問一下 您知道我們剛才一直在說的 狀元 榜眼 炭花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就是在中國古代 我們考試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級別 最高級別的就叫狀元 往下一個級別的第二名 榜眼 第三名叫炭花 寶寶獲得了榜眼 兩位請到我們的棒棒堂誇官 來享受你們的榮耀時刻 也希望在中國能夠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期待你們再來 拜拜 本欄目由廣州長龍度假區冠名播出 感謝長龍度假區長龍野生動物世界 對本欄目的大力支持 状元棒棒堂 由爽滑好Q弹的 喜之郎举弱果冻特约播出 喜之郎举弱果冻 爽滑Q弹 快乐童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棒棒堂 免费报名 免费答击 免费领奖 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 赶紧来报名 斑马的老家是在 请选择 亚洲 非洲 美洲 非洲 非洲 回答正确 请说出至少三种 猫科动物大家族的成员 黑猫 狮子 老虎 正确 普通融是群鞠 还是独鞠动物 群鞠 鼓声响起 黑夜猴发现天敌的时候 会叫吗 会 回答正确 小熊猫和小浣熊 谁的毛色是由黑白灰组成 小浣熊 回答正确 鸵鸟有眼睫毛吗 没有 回答 凑 只有公鸡打名 对吗 对 他说对 回答正确 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壮远 棒棒糖 好 大家好 我来自广东广州本地 天天都来动物园的小伙 为什么会经常来动物园玩 因为离我家很近 当时散步 小姐姐们又去玩了 经常来动物园玩 对哪些动物最了解 大象 那我们就给你出道大象的题目 好吗 好 由于它一年来十几次 所以题目比较难 请问 亚洲象 两只前脚 两只后脚 加在一起有多少指头 前五后是九个 不是 俩前俩后 前两后 把十八个加起来 你的答案是 正确 恭喜你 再出一道题目 请问非洲草原象 一共有多少脚趾 前四后三 十七加起来 前四后三 我认为它应该是个偶数吧 前四后三 所以一边四加三是七 七乘以二得十七 有道理 多少 四还是三 七乘以二 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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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十四 他的答案是 正确的 最后一题 非洲还有另外一种大象 生活在丛林里 这种大象 四只加起来多少脚趾 这可能是我们这几天 出的最难的题目了 真的 丛林里的大象 丛林里的大象 十四 因为非洲草原象 非洲丛林象都是一样 它们都是非洲的生活在 交接加十四加起来 总共 前面 它是通过大洲来分的 那么我给你讲一讲 亚洲象主要生活在哪 你肯定知道 亚洲 热带 咱们这个亚热带丛林里 对吗 对 非洲的丛林象也生活在丛林里 所以它们身高各方面 更接近一些 它们的脚趾数和亚洲象数是一样的 是十八 答对两道题目 成为今天的小防眼 但它这个防眼含金量最高 太难了 题目最难 掌声送给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 棒棒糖 免费报名 免费答题 免费领奖 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 赶紧来报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邓永珍 今年十岁 十岁 非常知性的一个小姑娘 真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海珠居 机毕一小学 三年五的邓永生 今年三岁 家长在吗 猫猫 她三年级 然后三岁 她姐姐平时在家里练习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说她是三年五吧 弟弟会什么才艺吗 姐姐带着弟弟一块 一倍开始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入江千尺烙 入竹万干雪 再来一周 还有没有她会的 几叶丝 堂立白 床前迷月光 一世地上霜 雨头望迷月 低头思故乡 来吧 今天两位秦安已经来了 选择斗智还是斗勇 玩游戏 来 请 每人来一次 那这个距离就是姐姐先扔 好吧 第二个 防眼 终于 我以为能弹进去 我以为能弹进去 姐姐进了两个 是我们的五防眼 弟弟 来 第一个 中 探花 直接就笨最难的去了 来 宝宝 你想怎么投都行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漂亮 投注两个 成为我们今天的小榜眼 小榜眼 两位都是我们的五榜眼 来 去我们的棒棒堂 享受你们的荣耀时刻 妈妈准备好相机 拍照留念 还有小礼物送给你们 本栏目由广州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 感谢长龙度假区 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没有面试 不用选拔 现场报名 马上参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 放放场 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乐陈 今年九岁了 跟我爸一个地方出自于北京 太巧了 你爸也姓张吗 对 太巧了 我爷爷也姓张 这 什么坚持 世上有这么巧的事 该不会你叔叔也姓张吧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叔叔 今天到这儿了 看见很多小动物 你这个代理尾巴 你知道这是谁的尾巴吗 这是豹子的尾巴 跟大家说说 豹子有什么特点 在平原跑得比较快 是一个食欧动物 那今天来到这儿了 你答得及还是玩游戏 玩游戏 玩游戏 来 一分钟内选手原地踏步 计时结束后 若双脚全部在圈内为状元 踩到内圈为榜眼 踩到外圈为炭花 完全出圈还请再接再厉 稍等我问个问题 小朋友 你选这根特别漂亮的豹子尾巴 是不是要和姥姥的衣服搭配 还是说这本来是姥姥带来的 然后你给抢着带上 不是 这是我在那儿买的 觉得这个很看巧的 这个 我们今天是这样 这也算一个体育赛事 我们特意请来了一位解说员 好不好 来 姥姥 来 您宣布开始吧 準備哦 情况 蹿上加油哦 预备 起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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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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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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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怎么不停呢 停一下了 好 你走出处的 停你 好 你看你现在你自己看一下 爸爸哥 您对刚才拜孙子表现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 您喊停了 他都不停 停不停 不电话 就看您笑我特别开心 你停上了 我不好意思 姥姥 拜孙子比完了 要不然您上场也来一次 你也打得及 来 打得及 来 来 来 对吧 感受一下 我大名叫曹大姐 小名 小名叫曹海波 说法了吧 曹大姐您最喜欢哪些动物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的是腹 老虎 为什么 自己守腹的 我就喜欢腹 所以我的生意是买个腹尾巴 姥姥 您是认为自己穿的是老虎纹的衣服 也真的买的是老虎纹的尾巴 但不是啊 这是豹子 豹子我要买个腹尾巴 老虎他还没看见 来 曹大姐 写上个篇 是吧 对 来 29题 再拿两个 哎呀 姥姥 说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呢 可以啊 十九 二九吧 三九 天端地九 你给自己当私底衣服还是头一次见证 请听题 老虎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 藏进肉垫里的 对吗 对 对吗 对 对 他的答案是 回答 正确 好 加油 大姐棒棒的 我真的不瞎说 姥姥抽的29题就是还是老虎的 还是老虎 来 曹大姐 请听题 老虎会游泳吗 我费游泳 我费游泳 我是老虎的 我费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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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加十四分 可以吗 防衍 第三题 答对了 曹大姐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状元 请问您 所有的骆驼都是两个驼风 对吗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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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在场上 下面八十多个人帮着答题 曹大姐给出的答案是 正确的 第二个朋友们 曹大姐成为今天的女状元 恭喜曹大姐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来 您为您的外孙子赢得了起码夸关的机会 希望所有的朋友像我们曹大姐一样 叫口常开 谢谢 今天给萌萌的澡茶是凍沙包 这是用竹笋做的生茄 给帅帅的澡茶 多多 这个是糯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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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良苦的熊猫早茶居然比不过竹篮子 那熊猫果然是有点幽默在身上的 答答题 神清气爽 聊聊天海阔天空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您一直关注 由广州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的 壮元棒棒堂 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